我们要保证各网员网络互通 那就是我们的接口 划分VLAN以及IP地址 这边AC上面我们是E接口 直接接的是我们的交换机 好 那我们创建一个VLAN 这边模式行的Truck 我们放行的是我们的VLAN200 作为我们的管理VLAN吧 然后下面是我们的S5700 这个实际上大家看配置就可以知道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AP的配置 对接我们AP的接口 那AP我们给它的业务VLAN 配置的是100 好 那就是业务VLAN开启断告隔离 这是我们的AP的VLAN 那下面就是配置我们的DSCP地址池 这边第一步使用我们的DSCP地址池 然后分配我们的IP地址 好 记住我们的三层组网 这边选择是DSCPSelect Global的 不要忘记了 那IPPro的设置 不要忘记我们的一个Option43的选项 这边是不要忘记 不能忘记的 因为三层组网的情况下 我们是必须使用我们的Option43 来发现 让AP发现我们的AC的地址 好 接下来是配置我们的一个 一个业务VLAN 这是为我们的终端使用的 前面是为我们的AP使用的 这边是为我们终端使用的 业务VLAN 大家可以看一下 配置都是一样的 接下来是配置我们AC上配置IP和路由 来进行一个网络互通 这这这些都是基本上我们要保障的 呃在配置我们的AP上线之前 我们要进行一个测试 啊我的我的AC能否能否拼通我们的一个交换机啊 各个流各个成员都是要通的 这才才能进行下面的配置 好这边就不多做介绍了 我们主要介绍是我们